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笨笨 笨笨 你在哪里 好可爱的小熊猫 好想摸一下 过来 让我摸摸你好吗 看来它还是有些怕我 我装扮成比较温和的小动物 就会让它感到更亲近 好想摸着 好想摸 好想摸 你是想要带我去哪里 别跑这么快 小心 别跑 我来救你 灵狐有益 可怜的小家伙 都吓坏了吧 居然有如此严重的裂隙产生 看来这个世界恐怕已经开始崩毁了 好吧 虽然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修复好 但总不能放任不管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裂隙是你弄的 才不是呢 你是谁 我你都不知道 我是山海界的守护麒麟 玄琪 你是什么人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身上的气味不属于我们山海界 还想伪装成灵兽 你以为你能骗过我吗 谁要骗你 我这么打扮是为了安抚一只小熊猫 那就是它 它真是可爱 团子 你说它救了你 算了 既然你救了团子 那就不会是什么坏人 你衣服都湿透了 不觉得冷吗 糟糕 我先去坏人生干净的衣服再回来 你知道这个裂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东西很危险 其实刚才我是想要修补好它 但是被你打断了 你说你要修补这个东西 你会补天之术 不确定 不确定 我只是在古籍中看过补天之术 但从未尝试使用过 我不认识你 万一你耍诈怎么办 我对骗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再说了 你可以站在旁边监视我吗 你这么凶 我怎么敢造刺 这还差不多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君侠 你该相信我了吧 只要是练习 你都可以补好吗 未必 不过可以一试 你放不下来 你 你做什么呀 你让我放你下来 所以我就放你下来了 你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很不礼貌 你也很吓人哪 麻烦 有着解释的功夫 我们都可以到了 对了 弥宗林的灵力气场十分警惕 不许外人靠近 要让你接近 还真是个难事 对了 灵鹿可以轻易进入弥宗林 你不是会变装吗 你变成灵鹿的样子就行了 弥宗林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非要进入不可 按我说的做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算了 便就便吧 不和你计较 我换好了 我换好了 你看这个样子 像你所说的灵鹿吗 慢慢呼呼吧 我换了 我换了 发芸鹿是什么的 我换了 你是什么地方 你换了 把 reasoning laid到 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 我们山海界是依赖灵气维持的世界 所有仙秦异兽皆是从灵狐获取灵气而修炼成心 但三百年前 灵狐突然发生异变 凭空出现一道黑色裂系 并且逐渐吞噬了灵狐中的灵气 所以是因为山海界灵气匮乏 我以后才会出现崩毁之障 猜得不错 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 你试试看 能不能修补好湖底那个最大的练习 这么大的练习十分危险 我恐怕没有实权的把握 你来帮助我们山海界 我肯定不会让你陷入危险 如果感觉有问题就立刻收手 好 那我试试看吧 好 那我试试看吧 안 伊萱 鈴 Jesus 怎么办 救命啊 糟糕 如果没有极多的灵力 恐怕这个女孩和灵狐都会被猎戏吞噬 极多的灵力 罢了 为了山海街 再损一只脚又算得了什么 你说什么 我听不听 我听不听不听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头好痛 怎么了 有危险 我 你怎么在这里 那我应该去哪里 难道你一直在我旁边守着 是啊 团子也在 他很担心你 除我之外 还没见团子对谁这么好过 你很讨人喜欢吗 我也很喜欢你 虽然你不是我们山海街的人 听听听 你这话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 你怎么那么能睡 谢谢你 想不到你也有体贴的一面 既然醒了 就快去换身好看点的衣服 不要让他们等太久了 有谁在等我吗 你祝我修补了灵狐的猎戏 是我们山海界的功臣 那些小灵兽都很感激你 说要举办一个庆典来招待你 感激的是暂且暗下 我和我的同伴失散许久 我很担心他 我得去找他再行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 哪有力气乱跑啊 找人的事我帮你就好了 整个山海界 就没有我找不到的人和兽 团子也很希望你能参加 他很怕生 又很喜欢热闹 你去了他也可以玩得更开心一些 好吧 看在团子和你的面子上 那我就去吧 绊绊 对不起 我一会儿就去找你 太好了 对了 这是我第一次带女孩子参加庆典 你可要穿得好看点 不要给我丢脸 我可不知道你眼中的好看是什么样子 我说的好看 谢谢 看来你的审美能力还挺正常的 更好喽 走丢了还要找你 很麻烦的 我去吃饭的 玄奇大人 玄奇大人 玄奇大人来了 玄奇大人后面跟着一个漂亮小姐姐 莫非她就是那个修复灵狐的大人 应该就是她 你有见过玄奇大人和别的女孩子一起参加庆典吗 大人 你来了 帮帮 这几日 只顾着解决眼前的事 也不知道帮帮如何了 别苦着脸了 庆典就应该开心一点才对嘛 你有什么烦恼 之后都交给我就好了 抱歉 我不会再分心了 请问您就是修好灵狐的大人吗 您拯救了我们山海界 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您呢 不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大人 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跳舞可好玩可开心了 好啊 不过我这身衣服不太适合跳舞 我得换一身才行 大人可以带上铃铛 跳舞的时候 铃铛发出的声音可好听了 没问题 大家一起叮铃叮铃的跳舞 应该非常有趣吧 你们山海界的灵狩可真是太热情了 你们山海界的灵狩可真是太热情了 我被塞了好多好吃的 都快吃撑了 对山海界的灵狩而言 灵气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就像团子 没有足够的灵气 它就无法修炼化形 对寿命和灵智都会有影响 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是非常了不起 让人忍不住更喜欢你了 你为什么每次说话都这么直接 直接不好吗 想到什么不就该说什么吗 我不喜欢看人拐弯抹角说话的样子 大人 大人 原来你在这里 大人 听说您擅长画画之术 能不能变成狐足的样子给我们开开眼呢 是啊 现在灵气匮乏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画形成功的狐足了 我听阿娘的 阿娘说 山谷的青秋虎族 个个都是绝世的美人 好想看看他们坏型的样子 那我尽量试试吧 原来无足画形 果真和传说中一样 是高贵华丽的美人 要开始了 你们快来 什么 快过去吧 这可是他们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的手 算了 我说你怎么也上来了 这不是为了感激我而准备的吗 因为我也出力了 你的脚 这是怎么回事 小事而已 看 大人和玄奇大人站在一起 好般配 对 大人就留在我们上海界 给玄奇大人生猴子吧 笨鸟 玄奇大人是神兽麒麟 生什么猴子 生麒麟蛋才对 生麒麟蛋 麒麟蛋 麒麟蛋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麒麟又不生蛋 麒麟是胎生 一切 我们给你带来 要不作弊 不得伞 我只能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是偷 尝尝尝 一切 它有让她在哪儿 你怎么又拦我 他们一直在吵吵闹闹的 不知道在瞎说些什么 我觉得他们可能误会了什么 不过你单独拉着我离开 这个误会恐怕更深了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算了 就在这儿看月亮吧 对了 到现在你都没有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来到山河 我看见山河界其实是因为一个意外 小玄琪 如果你发现了一位有异能的异界女子 记得一定要带她来见我 这人对我至关重要 不可有闪失 有异能的异界女子 对了 你之前好像说过和什么人失散了 我来帮你找她 是这样的 我和同伴在穿梭时空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我来到了这里 可是她却不见了 哪怕我用灵力也感知不到她的存在 在山海界中 操控灵气应该还是我最熟悉 我来感知吧 除你之外 山海界并没有第二个外人 在这里 我感知不到你的同伴 这可怎么办 难道爸爸去了别的世界 对了 沈玉还在爸爸那里 山海界找不到她 你要不要去九重星天找找看 正好九重星天 也有个人想见你 谁要见我 我并不认识九重星天的人呢 有个名叫天渊星君的家伙拜托过我 说若是遇上有异能的异界女子 就带去见她 好 不过我不会勉强你 去不去看你自己决定 当然要去 那本来就是我的目的地 而且伴伴也可能在那里等我呢 不过今天绝对不可以 你灵力消耗过多 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过去那种地方 今天你先好好睡一觉 养足灵力 明天再动身 我们就在这里睡 这里挺好的 月亮那么美 我最喜欢在这里沐浴着月光睡觉了 你不喜欢吗 觉得冷的话就过来一点 靠在我身上睡吧 我身上很暖和的 其他事情你愣也就算了 这绝对绝对不行 我还是换一身后世保暖的衣服再睡吧 如果能找到与火有关的东西取暖就够好了 你躲那么远干嘛 我睡觉很好的 不会提人 别说了 我要睡觉了 你睡觉的样子 就像团子一样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戳一下 你这人 怎么爱说胡话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要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要紧快找到办办 喂喂 别想再像上次那样 突然把我扛起来就跑了 我们走过去 就在步 好的 这就是前往九重新天地界的法阵吗 是的 虽然这个法阵建立于三百年前 已经有些老旧破损了 但勉强还能使用 只是在传送的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灵气 若是对灵气敏感的体质 可能要吃一些苦头 我不怕 全心问题我能克服 不行 为了确保你的安全 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听闻四大神兽之一 北方玄武 有神甲防护 极少受伤 你能化行为玄武吗 我已经熟悉了 山海界灵兽的形态 应该没有问题 你这样子比玄武本人好看多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几天你总是说些这样的话 我挺不好意思的 来吧 无论出现什么问题 我都会保护你的 好 好 我信你 好 爸爸 这女子可能是你所寻找的 算计她 饶你 好 这里就是九重新天吗 你是 是 想必玄奇已经和你说过本君的名字了 本君便是天渊星君 有没有人说过 你睡着的样子很可爱 不过你一直睡着可就麻烦了 方才本君还打算若你再不醒来 就不得不想些办法让你起床了 天渊星君 你这人 大人 你终于出现了 他 这只小胖堆原来是你的宠物 他可真够能吃的 你再不来 本君就只能气养他 你 你能看见笨笨 大人可是身体不适 大人若是灵力不足 爸爸的隐身术法也会失效的 快 藏起来 天渊 穗星星君替你求情的时候 说的可是你安心在府邸前心悟道 不再滋事 本君才放你嘛 现在你出现在这里 是怎么回事 方才七杀小姐姐来报 说此处有异常波动 需灵力强盛者进行探查 他忙着下界砍人 就让本君来帮忙看看 本君便过来帮忙看看喽 你身后是何人 枕星星君坐下的一名小星官 正打算遣他离开 你怎会与枕星星君的星官有来往 众星君不是常说 本君尚不及振兴星星君坐下的小星官稳重吗 前日见他路过 本君就来请教请教 何为你们说的稳重了 既然这样 为何遮遮掩掩 糟了大人 那人看不来了 快变成天渊星君所说的 稳重的小星官的样子 蒙晃过去 谢谢 见过大人 正好四命星君你来了 就替本君在这看看 何为七杀所说的异常波动吧 维护九重星天的重任 就交给四命星君你了 若无事 本君和这小星官就此告辞了 四命星君这么凶 都快把这孩子给吓哭了 多谢您替我解围 请问 方才那人是谁 九重星天当前一只最危险 最讨厌的人物 以后你尽量躲着他走 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凡事都得激励 我知道了 要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那人是谁 你最后有个人的